欢迎各位收听安波速球快讯 根据知名转会记者罗马洛的报导 后历曼联的乌拉贵逸锋帕利斯迪 希望以租借的形式离队 去加盟西甲球会格兰纳达达 根据罗马洛透露 22岁的帕利斯迪希望加盟格兰纳达达 并且他个人已为这笔交易转会开了绿灯 目前曼联和格兰纳达两家球会 正在为帕利斯迪的租借交易进行谈判 在此前,河甲的PSV彦逃分 和美职联的洛杉基银河 亦都希望签下帕利斯迪 而在之后,格兰纳达 亦都向曼联提出了有关帕利斯迪的租借请求 他们希望租借这名乌拉贵边峰直至赛季结束 帕利斯迪曾经两度被曼联外者去西甲球会阿拉维斯 在合共一季半的时间里 为阿拉维斯踢过33场的西甲赛事 他在今季为曼联在各项赛事出战过14场 总想象时间为366分钟 在期间贡献过一次助攻 我是阿斌,多谢各位收听 喜欢这条片的话,记得点赞 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分享给你的朋友看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